為何不斷追著對方打? 這個來自於英國北部約克棍的運動 叫做VXV就是代表羅馬數字的5 X就是代表羅馬數字的10 正式一場比賽是5對5 有10個球員,裏面有5個球打 至球桿挺特別 球桿和網球一樣大 這種運動是怎樣玩的? 就是用球桿去控球 把球打到對方身上 質地相對來說是軟一點 所以打到對方身體上不會覺得很痛 怎樣拿分? 當球攻擊對方的肩膀或以下的地方 我們就為之得1分 當對方打球近來的時候 而我們可以在球桿上 我們叫做Catch 就會得3分 如果在國際賽事來說 其實如果我們打5對5VX的賽事 我們會是4分鐘一個回合 然後會有4個4分鐘的回合 最後得分最高的都是勝出的隊伍 Natalie,你玩了兩年半了 也是香港Visco代表隊成員 你覺得為何適合小朋友玩呢? 因為其中四大核心的價值 很適合我們去建立小朋友的品格 Honesty 誠實 Integrity 正直 Sportmanship 運動精神 以及Respect 尊重 我們被球擊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需要很誠實地主動舉手 說Yes 去告訴球證 我現在失分 在英國那邊推廣這個運動的時候 用一個inclusive sports 就是融合運動的形式去推廣 比賽是沒有分男女和能力的 我們男女都會同場比賽 小朋友和不同差異的人 他們都能夠在同一個場上去比賽 一起去練習運動 讓他們去建立更加好的人際關係 同一個賽事入面 不論是5對5 或者單打1對1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超過1個球 在場上 手眼協調得很好 然後他們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 將他能夠提起 然後打去對方那裡 還有什麼原因呢? 巧妙地把球拿起 然後去攻擊對方 其實這個策略性思維 也是可以透過VX的練習上 可以培養到的 其實2006年在英國 才開始有推廣這個運動 而在香港 其實都是短短兩年半的時間 所以仍然是一個非常初始的階段 相對於其他比較主流的運動來講 能夠參與一些國際比賽 其實會相對地容易 好像我們去年一樣 其實我們都有幾位青的球員 是和我們一起去到英國 參與一個國際比賽 接下來看看 2019 VX球世界盃 V2青年組別 半獎決賽的部分賽事編段